张兵下场 撕得好响亮 大家好 我是大嘴小八 张子怡官宣离婚 全网都在祝福 并顺带帮娘娘回忆青春 在张子怡的青春里 不仅有冲击国际影坛的高光时刻 还有跟女星互撕的八卦亮点 所以 恩怨情仇录第十七期 让我们来回顾四弹双兵的精彩往事 其中 跟张子怡撕得最厉害的 是金锁 当年 夜宴官宣阵容后 金锁妈妈表示 自家官女本来要参演的 结果女主定了张子怡 那金锁就演不了啦 毕竟 女配不能比女主还漂亮 当时金锁跟张子怡之间 差了十万八千里 千妈跳出来打领前辈 蹭热度的能力 一脉相承啊 在这小小的摩擦后 就有了07年 八杀慈善业那张小明兽难图 李冰冰跟大花们谈笑风生 金锁则被排挤在外 要不说金锁能干大事呢 她完全没在意这事儿 一心想跟张子怡搞关系 双方在那场勾肩搭配好不起密 媒体甚至直接说金锁献媚给张子怡拎包像丫鬟 普通人舔到最后一无所有 但金锁舔到了一部新电影 就是张子怡担任制片人的电影 非常完美 金锁对张子怡的态度 从谄媚降级到尊重 再降级到明正暗动 出席发布会 张子怡一身白裙青春动人 金锁偏要穿红裙咽压 等张子怡换上红裙后 金锁又秀出事业线 一个字 绝 合体录制鲁玉有约时 双方的火药味直冲天灵爱 张子怡表示 自己在《非常完美》中体验了很多第一次 包括被金锁抢男朋友 我没有尝试过的很多事情 都在这个戏里面体验过了 没被人抢过男朋友 被并没抢一半 金锁力麻烦不 演这个角色很难 自己一开始不知道该怎么演 最后决定按照张子怡演就好了 然后当时子怡他们找我的时候 我说我要怎么演 然后大家都两两相望看着我 这个时候我就说 哦 我想到了 我说我就演张子怡好了 这是点哦 金锁演的角色是个交际花女明星 张子怡呵呵一笑 你怎么不把自己演出来 当时金锁可正跟大佬们传绯闻呢 双方表面上笑嘻嘻 内心一万劈马虎了啦 张子怡强调 金锁太合适电影里的角色啦 冰冰演的时候我在旁边看 我的天哪 谁敢取这些人 你那里就好到哪去了 确实特别 每一次出场都很惊艳的 很好看 所以她太合适了 金锁就多次复读 我演的是张子怡 哎 我演的是张子怡 张子怡 一定要诉说 张子怡猛戳金锁撕伤子的点 让她赶紧生个孩子 哎那你就快点生个小孩吧 金锁呢就直击张子怡的沙滩门 说对方劝她找个外国男友 方便练英文 不过张子怡完全不认这一茬 在发布会上澄清自己从来没说过 这次是金锁撒谎 金锁也不留余地 上节目说自己照着张子怡演角色 下台后又说自己特讨厌这个角色 明摆着内涵老张呗 俩人热地脑白 后来张子怡筹备非常幸运 延续了非常完美的阵容 就是没要金锁 金锁也没闲着 她撬走了非常完美的导演金一蒙 俩人合作一夜惊喜 跟张子怡打擂台 金锁还公开放话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朱一样的队友 当时跟子怡的那个也非常坚津 我觉得不要挑起火药味的战争 不是有句话说说 不怕神一样的对手 就怕朱一样的队友 所以我不喜欢朱一样的队友 我还是喜欢我的队友都是聪明的 这是点谁呢 但离开张子怡后 金锁确实成功了 从票房到评分 一夜惊喜都赢了非常幸运 07年的慈善业 张子怡对金锁爱搭不理 14年的慈善业 金锁让人高盘不起 当晚金锁迟迟不现身 主办方实在耗不起 只能请苏芒带着张子怡走红毯 等张子怡走完后 金锁又及时现身 成了当晚的压重明星 就算金锁凉了 俩人的争斗也没有停止 两年前 金锁起诉了一位名叫朱沙智的网友 让该网友公开道歉 并赔偿6万 而这个朱沙智啊 正是张子怡的多年老粉 甚至跟张子怡在一个群里 事后张子怡火速退群撇清关系 从小明受难图就能看出来 金锁是不受几位大花待见 除了张子怡 两类冰冰的故事也非常精彩 一句话形容双兵 我跟姐妹心连心 姐妹跟我玩脑筋 双兵相识于青春初动片场 回忆当初时 俩人都是说不出的感慨 我们一起拍过一个电视剧的青春初动 好多年前 98年 99年 以前和作挺好的 现在也挺好的 挺好的 因为当时大家都还挺小的 所以都特认真的干活 拍戏 所以李冰冰儿 都是挺好的朋友 应该算是那种知根知底的朋友吧 双兵一戏成了好姐妹 金锁跟琼瑶解约后 李冰冰寻思 肥水不溜外面铁 老妹跟我混吧 于是邀请她进入华裔 奈何李冰冰想跟姐妹贴贴 姐妹却跟她说 约 华裔不管一人互撕 be like 谁撕到就谁上咯 少年包心天幻觉 就打响了双兵冲霸赛的第一枪 李冰冰是少年包心天的女主 跟着剧火遍全国 金锁误了 既然姐姐可以 可妹妹也可以 于是结胡了少包二 在私资人方面 金锁确实是有两下子 她搭上冯小刚后出演首期 拿到百花脚影后 一跃成为华裔一姐 简直是把李冰冰按着的 不过李冰冰也不是吃素的 等妹妹李雪在华裔站稳脚跟后 她拿到了天下无贼女配夜子的角色 天下无贼是款好柄 监索没想到就贴脸快大 剧组先找到我 我没空才留给李冰冰 李冰冰立马回嘴 哦 剧组是考虑过其他人 但最后都说找我才是正确选择 而且我跟她没有可比性了 跟她比不如跟张子怡比喽 那时候的大花都很拼 李冰冰曾自曝 为拍戏俩月睡不着觉 每天只睡两小时 就神经衰弱了 我就这次拍戏我简直是 我都困得你都想哭 每天就给你两个小时的睡觉 拼是有结果的 李冰冰率先打开戏录 去好莱坞出演生华危机舞 对情金刚 金锁紧随其后 客串钢铁侠三X战警 真就双兵大闹好莱坞 但金锁的钢铁侠三 只是国内特工版 这一局李冰冰胜 李冰冰刚传出要参演巨齿沙 金锁立马开烧粉 哇哦 这又是我不要的饼呢 这回李冰冰底气很足 人家制片人先来找我的 我都拒绝好几次了 眼不眼看心情 双兵致力于在一切场合 互相拉彩 莫功上应时 记者要刘德华评价双兵 华仔是端水大师 金锁却趁机吐槽 李冰冰很喜欢打 但身体又不好 老是腰疼腿疼 李冰冰在已年龄 金锁偏要强调 公司要她去探班李冰冰 她张嘴就是 姐姐辛苦啦 李冰冰立刻反击 谢谢姐姐 假人登台领奖 金锁也不忘Q一下师姐师妹 在李冰冰的雷姐上 蹦蹦蹦跌 我是李冰冰 大家好 我是范冰冰 因为 我跟冰冰是好朋友 而且 又是同一个经纪公司的 师姐师妹 金锁的广告 变天下 李冰冰就阴阳怪气 很多广告商找我 但我很挑的 不像她 什么大小广告都有哦 红毯 堪称没有休音的战场 双臂的争动 也更加直白 在国外走红毯时 金锁经常被认成李冰冰 还给李冰冰的海报签名 心理素质也是蛮强的 你没事吧 金锁靠一袭龙袍乍翻媒体 李冰冰就透露自己要穿青花瓷 但在李冰冰亮相之前 金锁就穿着一身青瓜瓷出息红毯 李冰冰只能气死穿服 崩头被抢完了 在红毯这方面 李冰冰几经努力也打不过金锁 索性直接上架纸 就是希望作为一个中国的演员 我们来到这里是上升一点 我们的思想经验 就是为国军光来的 希望我们在这里的亮相 每一次的亮相 每一次都有一个 怎么讲比较合适的一个 表现自己的方式 金锁就直白多了 如果作为一个演员 然后你这一点的 这种承受能力都没有 那我就觉得 你就干脆不要走红毯坛了 以上都是隔空斗法 最高端的征验 往往只需要最朴素的拉台方式 在2013年的名利场杂志奥斯卡派对上 双兵在镜头前姐妹情深 转头就命令工作室 把她给我劈黑 创造了著名的黑白冰冰临场面 2014年 双兵互关了对方的社交账号 太似和解了 但张子怡跟金锁抢红毯压轴 闹上热搜 网上有不少吐槽金锁耍大牌 抢压轴的消息 李丁丁还点了个赞 这是吃瓜太嗨手滑了 到了2017年 金锁被大黑牛求婚 李丁丁也送上祝福 双兵达成了难得的和谐 这就是爱情的力量吧 没过两天 双兵在巴刹慈善业上凑到一堆 尴尬溢出屏幕 摇尘转身想逃 却被金锁一个就的给搂回来 放在双兵中间当极强物 实在是惨了 一年后 那部将金锁捧上一解地位的手机 都让它彻底栽了下来 金锁消失于台前 李丁丁半饮退当老板 这场持续了20年的双兵争霸赛 终于收尾 双兵从成名起就被捆绑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也算是相爱相杀了 据说当年金锁还给双兵的CP粉签过名 这邪门的CP 可到了 大花间的刀光剑影就是精彩呀 捕客同学搞明白没 下一期继续大花们的精彩 小燕子 迅哥 老徐 都还没出场呢